就在台灣因為台南震災 而兵荒馬亂之際 被稱為台獨克星的藝人黃安 昨天深夜 從大陸北京搭乘華航班機 悄悄回台 他還說他拿的是中華民國護照 有人指到我 具有大陸的戶籍 或者國籍 或者有大陸旅行政見 那這個傳說呢 雖然經過內政幕前兩天的澄清 並沒有 但今天因為我回來 直接到岸說明 那麼這兩本政見 就是我唯一的兩本政見 台灣還是你的國家嗎 這是什麼 你不是太奇怪了嗎 這是什麼 賣台啊 黃安穎先生逃圓機場的入境區 立刻引起群情激憤 旁邊不時就會有民眾叫喊 賣國賊 但黃安的表情一臉戲虐 看起來不當一回事 他原本預定是2月3號要抵台 有大片的民眾準備要包圍抗議 最後黃安沒現身 還說其實他那天 根本就有表演工作 而現在趁南台灣 因為地震災情混亂之際 悄悄的回到台灣 他澄清他有台灣的公民身分 但卻沒有為他所引發的風波道歉